福岸山好苗子计划 从2016年启动以来 如今第一届的好苗子们 要毕业了 带着优秀的成果 以及满满感谢 尤其是感谢新运大师 一直以来的关怀补助 也希望了这项计划 能够持续地带领 弱势学子们翻转生命 我是黄思恩 我上的是台南大学的 绿色的一面科技学系 我是张欣如 我上了金文大学 多次计划的金官学系 我是林安静 我上次是台湾大学 医学工程学系 考完学测迎接大学申请 第一届浦门中学好苗子 历经六年灌溉下成果丰硕 大师的新运文化公益教育基金会 那大师就捐出他的版税 希望今年能够扶持 100名的好苗子 落实冯光山以教育 培养人才宗旨 冯光山好苗子计划 自2016年启动 针对校园清寒的优秀学生 持续关怀补助 如今他们毕业了 六年人当中的话 你们的学习 有欢乐 也有辛苦 尤其是我们古门中学 它是一个住宿型的学校 那我们的生活 大部分都在学校里面 所以说的话 不管不是生活 大家在一起 希望这个好苗子 种下去 在这么多人的关注下 有阳光 有学问 我们都藏住了 和爸爸妈妈定的关系 就是这个水分跟阳光 希望你们能够茁壮 翻转人生 改变未来 好苗子计划 讲助学经 让学生放心学习 做弱势孩子的后盾 帮助他们走出社会 自立自强 谢谢师公 社会好苗子 我们很幸福 另外是台北高雄 综合报导 社会好苗子 请不吝点赞未来